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作物 一步一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空中成人主日学这个课程 我们是在讲这个宣教历史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拉丁教父 这个时期就是主后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 他们的主要宣教策略是什么 当然谈到宣教策略我们先谈一下 当时主要的一些教会领袖有哪些人 以及在这两百年中间 有些重要的所谓的教会里面的里程碑 重大的一些事件 那么首先谈到一些教会的领袖 当然教会领袖很多 不过我们只提到三个人 第一个人叫做亚他纳修 亚他纳修这个人最主要成名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 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的问题 他一直为了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概念 在奋斗 那么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后来教会有开一个大公会议 就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主要的领袖们 全部在一起开会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尼西亚会议 那么亚他纳修就是在那次的会议里面 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呢 在辩护他一直在同时在这个对亚流派这个异端呢 这个有严厉的一个指责 那么他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来推动来推广建立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概念 那么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教会的领袖 这个人叫做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呢 大概比亚他纳修晚一百年左右 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 就是公元四百多年的时候的一个教会的领袖 他是在北非 就是后来的迦太基这个附近 然后在那边后来做这个主教 那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专门学修持学 修持学就是今天的演讲术 专门演讲是口才非常好 那学问也很好 生活呢很放荡 他原来是模拟教徒 只是后来呢他信主了 所以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就是忏悔录 忏悔录等于他自己的自传 那么他就谈到他年轻的时候如何放荡 他如何怎么样的生活 那后来他的信主跟他的母亲很有关系 他母亲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一直为他祷告 那么有一天当这个奥古斯丁 总统的原因 那些心情很不好 那么觉得自己无法在罪恶中自拔 那个时候 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就提到说 他在花园里的时候 就好像听到一声音跟他说 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他刚好身边就有一本圣经 他就拿起来读 看了一段圣经 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就接受了主 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那么他是在那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 那么很多今天我们所谓的预定论的观念 很多阴性称义的观念 等等这类的观念 他把它总结的非常的清楚 还有人的原罪 原罪这个观念 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就是奥古斯丁 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对后人影响很大 包括后来宗教改革的马林路德 马林路德思想本人就是奥古斯丁修会 天主教教的修会 就好像一个教派一样 金星会长老会 那么天主教里面不是分叫做教派 但他有很多 这个我们以后会提到修道院的修会 那么他是属于奥古斯丁修会的 所以他也是读奥古斯丁 关于这方面的作品 罗马书方面的 然后马林路德后来带来的宗教改革 所以奥古斯丁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家 再来一位 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是那么出名 在天主教里面那可是大大有名的 这人叫做耶罗米 耶罗米其实这个念法 其实就是耶利米 只是这个耶罗米不是旧约圣经先知耶利米 但是名字是一样的 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拉丁教父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用拉丁文翻译的圣经 我们知道在原来使徒时代 希腊教父时代 因为人人都讲希腊文 所以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 旧约已经翻译成希腊文 所以所有圣经就是希腊文 所有的教会都用希腊文圣经 没有问题 可到拉丁教父的时代 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希腊文了 拉丁文是普通的语言 可是却没有拉丁文圣经 当然到那个时候为止 也有一些拉丁文的圣经 普遍的在流行的 有一些品质不好 也不完整 耶利米是第一个 把新约旧约的圣经 从希腊文 从希腊文 全部翻译成为拉丁文 一直到今天 天几大圣经还是用耶利米的 它叫做五加大翻译本 五加大译本的 拉丁文圣经是标准译本 虽然离现在已经1500年了 那个拉丁文圣经 还是他们的标准译本 那耶利米本人是当时 少数的教会领袖当中 能够懂希伯来文 又懂希腊文的 当时懂希腊文的还有一些 懂希伯来文的非常少 所以耶利米为了翻译圣经 他能搬到圣地 在耶路撒冷那边附近 隐居然后翻译 他翻译了二三十年 那么也在那边 跟当地的犹太教里面的 这些拉比学希伯来文 后来他精通接语文 就翻译了圣经 所以他对于翻译圣经来讲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者 那么那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 就好几次的叫大公会议 大公会议就是 全国最高教会领袖的会议 那么中间发生过很多个 其中比较有名的 我列举一些 一个是尼西亚会议 尼西亚会议 后来有一个尼西亚的信经 我们有所谓的使徒信经 什么信经 什么叫我信什么 我信什么 尼西亚信经是当时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经 这里面就很明确的提到 三位一体的观念 圣父 圣子 圣灵 因为尼西亚会议 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皇帝亲自主持的会议 就是为处理这个 亚流派的异端的问题 争辩的最后 教会领袖们一致同意 亚流派是异端 耶稣基督是神 他有神性的 所以三位一体的观念 就在尼西亚会议确立了 亚流派被列为异端 所以尼西亚会议最主要是 为了亚流派的异端问题 那么再来一个是君士坦丁堡的 一个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 那是另外一个会议 那么通常这几次大公会议 都是在处理某一些异端的问题 某一些所谓异端问题 那么在这个君士坦丁堡会议里面 当然又有一些其他的异端 那么这个争论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会议 叫以福索会议 以福索会议在公营后 主后431年举行的时候 最主要一个异端 就是后来等一下会提到 列士多流派的一个异端问题 那么列士多流 他本身原来是 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大主教 后来被选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那你知道君士坦丁堡是首都 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就相当于罗马大主教 罗马大主教后来变成教皇 因为首都在那里 不过后来当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这个情形就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在当时全国教会来讲 是五大领袖之一 罗马的 君士坦丁堡的 耶路撒朗的 安提阿的 跟亚利山大 所以当他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引起别人的记住 因此当时埃及的 亚利山大的这个主教 就带头开始攻击这个 这个 内斯多流 后来在以福所会议 主后四百三十一年 定他为异端 那以至于他被放逐 剥夺他的职位 他的信徒 主要是安提阿教会的 以及在叙利亚的教会的 通通被列为异端 那这个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那么以后我们谈到 亚洲宣教的时候 内斯多流派 是成为一个亚洲宣教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教会 一个教派 但是 经过这么多时间下来以后 我们经过平反了 内斯多流派是异端吗 不是异端 它是正统的 相反的 亚利山大学派 那时候在攻击内斯多流派的 他的解经方式 今天反而被列为 不是异端 不过不是正统的解经法 因为亚利山大学派的人 就是用灵异解经的 那么安提阿学派 就是内斯多流用的解经方法 就是今天教会所用的 历史和文法的解经法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事情 这个历史 常常给我们一些 很多教训 也有些时候会提效皆非 一个正统的教会 正统的教会领袖 被列为异端 这个事情也发生过 那么当然这个后来 等下谈到这个宣教的时候 内斯多流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影响力 所以以辅佐教会 当时宣判内斯多流派 为异端的时候 这个会议当中 有一点政治上的 一个权力斗争 所以事实上 安提阿教会 以及很多支持 内斯多流的那些主教 还没有到场 就先开会了 所以呢 因此支持内斯多流的人 没有到场 投票的时候 就一面倒 就判内斯多流 为异端 那等到这些教育代表 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翻案了 而且被 被推翻掉了 内斯多流 以及所有的跟班的 就是后来跟随者 才到场会议的 那些代表 通通被列为异端 这是当时 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判他为异端 可是引起 后续的更大的争论 所以到了下一个会议 二十年之后 加克敦会议的里面 再开一次 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希望能够 把这件事情摆平 结果呢 那次会议 有没有解决问题呢 没有解决问题 就产生第三个 纷争了 就是说 内斯多流 被列为异端的原因是 他认为 耶稣基督的神性 不会抹杀 他的人性 今天我们都说 耶稣基督 是有完全的人性 加完全的神性 他是神人恶性的 可是在初期的教会 讲到三位一体 然后讲到耶稣的时候 似乎 尤其亚历山大 埃及亚历山大学派呢 他们是 几乎强调 耶稣的神性 到一个地步 他的人性 已经被神性淹盖了 他完全有神的性质 但是人的性质 反而就不明显了 所以到了 加克敦会议 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想要把它摆平 想要弄个比较公允的 那时候 罗马的大主教提出来 就是神人恶性的观念 所以 并不那么样的排斥 列斯多流 虽然没有把它平反 说不是异端 但是提出 神人恶性的观点 结果呢 亚历山大学派 是认为 耶稣基督 几乎完全是神性 人性部分 为乎其为 因此神人恶性的观念 不被亚历山大学派的人接受 于是他们取得反对 最后 亚历山大学派 又被列为异端 这叫做神人一体论 神性论 就是说 耶稣基督 主要是 他的神性的观念 的问题 所以后来 北非的教会 又被列为异端了 所以一下子 从两个 变成三个 有两个被列为异端 一个强调人性的 列斯多流派 被列为异端 一个是 过分强调神性的 这个 北非的那个教派 又被列为异端 又引起更多的纷争 所以 大公会议 想要解决问题 但往往不一定 能够解决得很好 而且有政治力量的介入 皇帝常常有说 他个人偏好这个 或偏好那个 支持这个 或支持那个 引起很多的纷争 所以很可惜的 在这两次会议以后 列斯多流派的 几乎正是 从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 被列为异端 也就是 慢慢的这些殉徒 受到逼迫 就离开罗马帝国 那后来 列斯多流派的人 大部分就往 这个 叙利亚 甚至往东的 波士进去了 所以后来 波士的教会 被列为 列斯多流派的教会 第一个到中国的宣教是 阿罗本 就来自于 波士 他就是 列斯多流派的 教会 也就是我们后来 中国叫做 警教的部分 所以这是当时的 一个教会的状况 那时候的宣教策略 很有趣的 第一个 我们神医说过 使徒时代的教会 保罗 他是以 都市宣教为主的 他整个的教会 基本上 都是在大都市 那么在希腊教父的时代 因为受到逼迫的缘故 基督徒 大部分集中在都市 乡村 有信徒 但是因为 种种的条件的限制 所以乡村的教会 并没有蓬勃的发展 等到 这个 拉丁教父的时代 教会合法化 教会有特权以后 都市型的 大都会的 这个教会 因为受到政府的保护 等等 他们就等于好像说 大的都市的教会 他不是指都市教会的领袖 他是变成 我就说一个省 有个大主教 等于是省的总督 因此他的教区 就整个省就是他的 所以因此他当然从点 就发展到面 所以乡村教会 是透过城市教会 开始发展 所以那时候 整个的 这个如果说 从都市到乡村的宣教工作 怎么做 是由都市教会 主动去做 而且主动做的时候 我说过希腊教父时代 主要的 传福音的人是谁 一般的信徒 因为教会是 组织是松散的 是受逼迫的 那么但是到了 拉丁教父不一样了 组织化了 有政府有特权了 所以那时候呢 都市的大主教 就派一些神父啦 派一些像我们 今天叫牧师的人 下乡 去宣教 去巡违不道 等等 就建立教会 所以那时候 传福音的人 大部分不是平信徒 是受薪水的 全时间的 所谓的 圣职人员 所以拉丁教父时代的 福音工作 从城市到乡村 是透过 教会里面的 神职人员 然后或者圣职人员 那这些人 就是教会 拆派出去的 那么这个是 恒丁教会慢慢开始 建立起来了 因为既然 整个的省 是一个大都会的 一个教区 为了发展 教区的工作 他自然就会 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城市的教会 发展到乡村 是在拉丁教父的时代 第二个很有趣的 拉丁教父 跟希腊教父的时代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 政府跟教会的关系 希腊教父的时代 政府是逼迫基督教的 所以殉道者 成为信徒 顶礼膜拜 或者说 所佩服的对象 好了 到拉丁教父的 教会合法化了 政府不赖逼迫你 没有殉道者 那没有殉道者怎么办呢 没有人要逼迫我 没有人逼我 一个办法 我逼我自己啊 所以开始有隐居者 是制导苦吃的 这些苦修的 这些隐士 那么他这些苦修的人 当然就信徒来讲 也许我做不到 但是我会非常的佩服 正如我们以前提到 在拉丁 希腊教父的时代 在希腊哲学学派 当中有一种叫全鲁学派 他们是 有点是那种 禁欲主义者 虽然 能不能是做不到那一点 不会佩服他 那基督教里面 从那时候开始慢慢有这种隐居的 这种隐士型的这种修道者出现了 但这是个别的 其实最早的这种苦修士 大概是在埃及的沙漠里面的 那个在公元 祖后大概是两百五十年前后 安东尼亚就开始 然后慢慢的在非洲 在叙利亚 在波斯这一代比较多 因为那边基本上受逼迫的不多 那因此那些苦修的人呢 也在那边发展 等到拉丁教父就不一样 这个风气就变成 转到整个教会的里面 我就说了 不再有殉道者 而那种苦修 过着一个穷苦的生活 于是离群所居的生活 对一位殉徒当中 是这种人 哎呀 这个人真是虔诚 真是这个爱主 成为一种英雄主义者 所以呢 这个隐居人就很多 但从个别的 后来慢慢就发展成群体的 就是修道院了 但是拉丁教父的时代 基本上修道院已经开始成立 但是还没有那么普遍 也没有那么样的活样 但是等到 西罗马帝国灭亡 那情形改变以后 修道院更加的组织化 而且更加影响一个 关键性的重要的角色 不过拉丁教父的时代 基本上是从个别的修道士 逐渐发展成群居 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修道团体 那么正如这张图所看见的 这是在今天土耳其半岛 那边我们叫做加伯多加 你记得保罗去过加伯多加那边宣教 在加伯多加那边 有很多当时的隐居的人 住的那种一个一个洞 你就发现那个山很多很多洞 这洞是当时留下来的 那每个洞就是有一个隐居的人 一个修道士在那里 他可能吃喝拉撒 都在那个洞里面 但是这些每个洞一个人 所以一大群的山里面 可能有住的二三十个 三五十个 一万百个人 偶尔他们会在一起用圣餐 圣餐礼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当时的这个修道士 从个别的变成群体的 而且从这种没有一定的组织 没有一定的这种聚会方式 发展到慢慢越来越有规模 变成正式的修道院 所以那时候 顶多他们在一起用圣餐的话 找个地方坐下来吃饭 就这样而已 没有一个像修道院 有很好的建筑物 整区人住在一起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么不过拉丁教会是一个转型期 就慢慢转成这种 修道院已经规模 慢慢慢慢开始出现 那最重要的是我的宣教 除了在罗马帝国以内 他的宣教是从城市到乡村以外 进一步 像那些还没有信基督教的 比如罗马帝国以外的人宣教 是谁在做呢 很有趣的 那个时候的宣教的宣教是 大多数来自于 我们今天叫做异端分子 这些异端分子里面 有的是真的异端 像亚流派的 另外一是被冤枉做异端的 亚世多流派的 那这两派的人 他们反而成为宣教上的主力 关于亚世多流派 后来他们怎么到波斯 怎么从波斯到了中国这一段呢 我们下一次谈到 这个基督教 这个宣教 在亚洲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亚世多流派 在亚洲从中亚 一直到东亚 这边的工作在做什么 以后我们再介绍这个 但是我们花点时间 讲一点亚流派 这个亚流派是个异端 因为他认为耶稣是没有神性的 肯定是个异端 不过亚流派在当时 因为被赶出罗马帝国以外去了 因此在罗马帝国的边缘 我们上次已经介绍到 这个例子背景的时候 外面的蛮族 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日耳曼民族 有很多的名词 什么万德尔人 什么人 有七八个种族 今天我们所谓的萨克森 英国人就安格鲁萨克森 安格鲁人 萨克森的人 都是热曼民族的人 那么法国人 热曼民族 什么都是热曼民族 所以热曼民族不是德国人而已 所以英国的 德国的 法国的 很多的都是热曼民族的 这些歌德人 被匈奴人一逼迫以后呢 就往南 往西 就开始侵略了 所以这些本来 有一些是罗马帝国的版图 像高卢 高卢这一代 就是今天的法国 德国这一代 连这个英伦三岛 这边的话原来也是罗马帝国的土地 那这些热曼人就开始攻打这些地方 然后就造成很多的混乱 那么那些本来是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 亚流派的人被赶出罗马帝国之外以后 他们就进入野蛮人当中去了 传福音 所以包括今天热曼民族的 那所谓热曼的语文 就是德文体系的那种圣经呢 其实那个文字 原来这些热曼民族是没有文字的 他们可以说不能写的 这个文字谁发明呢 亚流派的宣教士 亚流派的宣教士替他们发展出 今天所谓的热曼语系的语文 当然他是用拉丁文的字母 所以今天为什么法文德文英文跟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是叫拉丁语系的 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文 西班牙葡萄牙是拉丁语系的 拉丁语系的英文德文法文 这个语系是同一个语系的 字母都一样 所以事实上宣教士用拉丁文的字母 替热曼民族的哥德人发明的文字 翻译的圣经 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 下一次当我们谈到 当西罗马帝国灭亡 进入中古世纪的时候 野蛮民族入侵的罗马帝国 这些人很多 其中已经整个部落都是基督徒了 虽然这个基督徒是异端的基督徒 是亚流派的 但是不可否认 他知道他信了基督教的 这点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政府瓦解了 军事政权没有了 变成主教来代替 这个政府的官员来统治这个地区的时候 因为这也是基督教 知道这些野蛮民族来讲 他觉得我现在也是信基督教 所以野蛮民族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对教皇 对主教 还要里浪三分 这一点是后来中古世纪 为什么 基督教的教会 在整个欧洲扮演一个 无可取代的独特的角色 是因为野蛮民族信主了 可是野蛮民族信主 不是正统的教会做的 是异端做的 那教皇 这些正统教会的领袖们 也就抓着这个机会说 他们是好像说了信的基督教 却信的异端的基督教 所以他们用最大的功夫 就是把他们转回到正统的基督教来 把正统的教义再给他讲解 然后从圣经 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了 重新来讲解 所以后来这些亚流派的野蛮民族 慢慢都归入正统的基督教 是后来的发展 但是第一步向他们传福音的 却不是正统的基督教的信徒 不是基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会 而是这些异端 所以在东边是内斯多流派的 在西边却是亚流派的 所以这个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教训 第一 我们正统 有正统信仰的信徒和教诲 在宣教上 我们不如异端那么热忱 那么主动 那么积极 第二 历史有可能重演 虽然异端很积极 出于一个错误的神学 错误的教育 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一件事情 可能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回到 正确的信仰上去的 过去历史上 这样情形曾经发生过 将来也同样可以继续发生的 所以在当时的宣教理论上说起来 拉丁教父的时代 宣教工作 有时候你可以这样讲 可能以正统教会来讲 还做得不如希腊教会的时代 希腊教父的时代 那个时候是受逼迫 但是教会扩展 信徒们很热忱的去传福音 但是到拉丁教父的时代 反而因为基督徒有了特权 所以进入教会的人 可能动机已经不纯正 信仰的热忱大量减低了 教会里面也可能忙于处理 大堆的教产的问题 教会里面的政治斗争的问题 反而不是把全心全意放在说 如何像还没有信主的 这些异教徒传福音 异端分子被判为异端了 被赶出这个地方了 反而他们的宗教热忱 是积极的去传福音 所以这是一个讽刺 但是这个历史到今天 常常会再次的重演 所以这一个教训 是值得我们重新去再世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的教会 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到底是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 我们是不是还存着 这样一个信仰上的那种 单纯的心那种热忱 那当然从这个时代 引渡下一个时代的时候 也是下一次我们要谈到的 中古世纪 中古世纪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国家的保护伞没有了 这个信基督教的伦亚帝国 皇帝所有的特权 所有的保护都没有了 现在来的是野白民族 大致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就是刀光学影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教会变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但是中古世纪确实发生另外一个现场 在又一个压力 又一个挑战的时候 中古世纪的教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五百年之内野蛮民族信主 所以这个是下一个时代 这个发生的事情 也是我们要在下一刻来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结束这场课程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历史给我们许多的借敬 有成功也有失败 有得也有失 主求你让我们从历史中学教训 免得我们重蹈覆测 也让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成功的地方 学习如何来面对今天教会发展的困境 愿你自己赐给我们智慧 也开启我们的心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宣教历史这本课程 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圣地点 阿弥将能力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和的道路 因为学会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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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